原创 历任军事 众所周知 现代战争中以坦克装甲力量为核心的钢铁洪流固然强大 不过当他们在失去几方掩护下与敌方空中力量遭遇时 又会变得十分的脆弱 因此 除了尽可能加强空地协同能力外 大多数国家的陆军都将野战伴随防空力量的建设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另外 虽然眼下陆军野战防空武器的主流思路已经趋向于非弹化 不过传统的高射炮依旧凭借助成本低连与抗干扰能力强等优势 依旧在之中占有一席之地 同时 许多高射炮型号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进 钢铁洪流固然强大 但那只存在于没有遭遇敌方空中力量之前 正如在水面舰艇的舰炮发展史中曾经大量出现过的陆炮上舰的例子一样 对于野战防空而言 舰炮上岸的情况也不少见 甚至很多高射炮系统在研制最初就曾考虑到了海陆两用的需求 这当中 我国瑜近年推出的SA-2型自行高射炮系统就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 之所以说它特殊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款自行高射炮系统的口径 相比传统自行高射炮有了较大的提升 毕竟在此之前 各国陆军的现代化自行高射炮大多数采用的30、35、37、40乃至57毫米的口径 而像SA-2型自行高射炮系统所采用的76毫米口径的情况十足少见 采用了76毫米中口径火炮系统的SA-2型自行高射炮 实际上 这款由北方工业引发的76毫米自行高射炮系统属于典型的舰炮上岸工程 其所采用的火炮原型就是以在我国海军各型水面舰艇上广泛装备的HPJ-26型单管76毫米舰炮 该型火炮在基础设计上大量参考额制AK-176型76毫米舰炮 并根据我国的实际需求对其加以改进 最终达到了清出云蓝而胜云蓝的效果 具体数据方面HPJ-26型舰炮的最大射程可达18km以上 爆发射速为128分钟 再配合上Ahead 这类极数式预制破片编程隐形弹药后 可以实现对各种类型的空中飞行器乃至飞弹的有效拦截 在我国各型水面舰艇上广泛装备的HPJ-26型单管76毫米舰炮 虽然从设计上看 HPJ-26型舰炮也算得上十分紧凑 不过相比水面舰艇 口径达76毫米的舰炮想要集成在地面车辆上并非易式 因此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SA-2型自行高射炮系统所采用的76毫米火炮 相比舰炮版本进行了一系列修改和简化以减轻其体积重量 如取消水冷装饰 取消备份的人操办自动模式与相配套的火控雷达等设备 仅保留了光电跟踪仪作为其搜索 火控手段 如此一来 才使其能够被成功地集成到一款可提供80km时速 以及450最大里程的6X6越野卡车底盘上 并保证了这款自行高射炮 5克武器射程 普遍可达10km级别的现实背景下 最大蓝鞋鞋具不超过5km的小口径高爆系统乃至可鞋式防空飞弹都无法 对敌方的空中力量产生有效的威胁 而最大射程达18km以上的SA-2型 自行高射炮就显然不存在这种问题 其在配合上Ahead 编程隐性弹药后 可以在大多数武装持生机与攻击机机在武器有效射程之外就对其进行防御拦截 这大大提升了野战伴随防空系统防空乃至防导能力 76mm自行防空炮的拦截鞋具超过了多数攻击机的机在武器射程 除了国产的SA-2型自行高射炮以外 此前意大利人也尝试过将其著名的奥托 -76型单管76mm舰炮集成到了铝弹与轮式车辆平台上 并诞生了奥托马蒂克 天龙座等经典的中口径自行高射炮系统 不过这两个型号由于采用了大量昂贵且复杂的雷达 光电搜索系统作为其搜索和所控系统 这种高的设计使其承受了极高的单价成本 并最终导致其装备与外销成绩相当惨淡 受它这两款型号的经验教训影响 SA-2型自行高射炮在配置方面比较注重于性价比 取消了大量昂贵的雷达与光电设备 采用了大量昂贵雷达与光电传感器的天龙座自行高射炮 此外 这类由建炮改装而来的自行高射炮系统 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建炮原本具备的强大火力压制能力 虽然由于取消了水能光置和因为后座力控制较难的问题 而导致该自行高射炮系统的爆发射速无法与建炮相提辩论 但这么一款具备助可观射速的中口径火炮系统 显然无论是在为己方提供停射 驱射的火力支援和压制乃至反装甲支持时 都能发挥出不可估量的自行高射炮